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十几首哀歌都没有读到十分之一 还有很丰富的经文 请大家回去也多去读一下 可是哀歌不是诗篇的结束 今天开始我们进入诗篇的主题 就是赞美这一部分 整本的诗篇从哀歌进到赞美 六十几首的哀歌 然后跟着是赞美 其他都是赞美 大部分都是赞美的诗歌 所以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 一年七个礼拜 选了六篇的这些赞美的诗篇 然后跟大家来分享 来学习怎么去赞美神 诗篇在希伯来文的这个名字呢 都是赞美的意思 Praises 在犹太人的圣经的当中 旧的经文里头 今天我们读这个诗篇呢 就是赞美诗 是犹太人赞美神的 崇拜之后赞美神的诗歌本 也是耶稣的诗歌本 在新约里头 是引用最多的旧约的书卷 是诗篇 引用了六十八次 也是初期教会的时候 的一个赞美的诗歌本 基督徒怎么赞美神 用的是这个旧约里头 诗篇里面的这些赞美的诗歌 来赞美神 那所以这七个礼拜 我们读六篇的赞美诗呢 有两个有两个目的 第一我们要明白 赞美是怎么样的事情 把我们了解这赞美诗里面 赞美神是怎么样的事情 那根据我们的了解 对神的这个论识 第二我们要做出回应 把这些赞美的诗歌 成我们的祷告 成我们的赞美的一部分 所以第一我们要了解 这不被忍耐了 所讲的内容 神学 所赞美的这个意义 全要明白 所以我们要了解 对我们要把这些军文 把这些赞美的诗 投入你的祷告 成为你赞美的 去做的祷告 那我当时有句主义生命 我当时真的不懂得怎么赞美 我赞美的生活非常疲乏 大部分上神的都是全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之后的祷告会 跟着主上人一组 祷告三十分钟 人就祷告 因为 一旦当上的事情来祷告 从头到尾都是求 从基于聚会就是求 那些人才祷告 就求这个求这个求这个 你求你祷告 为国家祷告 为自己祷告 会去祷告 我们祷告 大部分都是想要 就是求 那也会感恩呢 当遇到好的事情 在神经祷告的时候 我们也懂得这些感恩 可是对来的赞美这些部分呢 然后再次 讲一讲去就是两句话 最后的那位 大家赞美你 我们下次也是通常讲一句话 你做一些牧师的祷告 礼拜天每个礼拜 牧师带领我们做牧道 长来长去的赞美的话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很坦白地承认 就在我的祷告生活里头 与神同时的生活里头 赞美这一部分 是最平衡的一部分 可是你读圣经 今天神建立神的果度 今天神呼召祂的子民 目前是怎么 那子彩的名得到充送 与神 是今天神子民的 存在的被建立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据约中说 以色列人被护照从安静出来 在传扬 传送 传主的名 在立国的当中 立帮当中传扬他的名 这是以色列人 游列人的使命与护照 在宿路里头 整个很清楚 我们被 我们得救赎以分手书说 是要使他的人物得被撑到 所以这么简单 神救我们 从重要里面救我们出来 目的 是我们 他的名 得到充送 赞美 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本分 是基本的一个 你的后书里面讲 我们被拣选 成为神圣洁果度的子民 是怎么样 后面有个目的的句子 是我们传扬 他的美德 宦中说要到处宣扬 到处称赞 赞美 表扬 神的美德 这个是我们 成为神 的子民 被救赎的一个目的 所以赞美是那么重要 今天我们读了第一篇的 赞美诗篇 第八篇 你的名在权地 何其美 这首诗篇 这首诗篇 第八篇 是诗篇里头 一百五十篇 诗篇里头 第一篇 赞美的诗歌 第一篇的赞美诗歌 却是一首描写性的 一些赞美诗歌 是叙述题 来直接的 来赞美神 里面没有 呼吁我们 没有吩咐我们 要赞美神 他直接了当的 第一首的赞美诗歌 就把神 把赞美神 成为一个事实 接受 神的子民 赞美 这是我们的本分 然后直接了当的 不是吩咐我们 去赞美 而是 就把神 赞美神 写在 第一首的诗篇 让我们 全心全意地 去赞美神 那你有没有赞美神 一天的生活的当中 你花多少时间 赞美神 一天 二十个小时 有多少时间 我们花在 赞美神身上 那 那 第八篇呢 第一首的赞美诗 是在十首的 哀歌的中间 正中间 前面五首 第三篇 到第七篇 五首是哀歌 然后后面的五首 第九篇 到第十三篇 也是哀歌 然后十首的爱歌 正中间 是第一篇的 赞美诗 所以赞美 不是与生活脱节的 不是只是念一些的 赞美神的一些言词 而是在生活的 里头 经历人生的高高低低 甚至在悲伤里头 与神同行的时候 同时存在的 人的 一个的赞美 耶和华 我们的主 你的名在 全地和其美 是发自心底的深处 在人生这种的 悲伤哀歌的 里头 对神的一个的 回应 对神的一个称颂 从心底里面 对神的一个的 呼喊 那什么是赞美 一个字 Praise 这个字 可以放在称颂 称颂神 称颂神的作为 高举的意思 颂扬传播的意思 跟人家讲 你的神是怎么样的好 怎么样的美 祂的作为是什么 这个是赞美 放大 在显微阶里头 把这个神 把它放大 神的作为 充满了一切 这个是赞美的意思 一个的 任性 一个confession 承认神是至高无上的主 承认神奇妙的作为 这种任性 这种的承认 就是 这个的赞美的一部分 赞美是嘴唇 口说 也可以 用行动 用你的生命 去传扬 用你的生命 去 送扬神 这奇妙 用你的行动 可以行得出来的 赞美 不但是口存的 这个赞美 今天 在崇拜里面 我们赞美神 刚刚我们唱的诗歌 你真伟大 如果发自 心底里头的 一个 一个承认 你真的伟大 这个就是赞美 在我们私人 个人的生活里头 在我们读经 在我们与神 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赞美神 在公众的场合 我们赞美神 在个人里面赞美神 在群体里面赞美神 诗篇 第八篇 它说 与我们 的主 从一个个人 然后到我们 一个群体性的 不单是个人的 一种的 行动 一种的行为 一种的赞美 也是 注重的 也是个群体性 福变教会 是个赞美的群体 今天神的宝座 设立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的赞美的当中 是个群体性的 一个的生活 那我们看看 这首诗篇 第一节 耶娃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 在全地 何其美 你的名 圣经里头 神有很多的名字 人双一下 有一千个 神的名字 神是什么 就是神的名 神是爱 爱就是神的名 我们有一千 超过一千过的名字 代表神的属性 神又怎么样的神 神的性情 也包括他的作为 他做的是什么 然后你的名 在全地何其美 就是说 就是说你的作为 你的本性 你的性 是何等的美 这个是赞美 的意思 那这里提了两个神的名 第一节说 耶和华 第二是我们的主 耶和华 我们的主 两个的名字 那耶和华呢 大家都熟悉了 是摩西 蒙古照的时候 他问神 你要我带领他们出来 他们问起 你知道什么名字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神亲自把这个名字 给摩西的 我的名字叫 耶和华 所以 这个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 是神主动的 接入 人的当中 是我介绍 给人的一个名字 他要人 冲他的名 叫耶和华 这是个主动 人间的关系 跟人立约的一个神 他是个主动的 跟我们建立关系的一个神 这个名字背后 是这个意思 那就好像今天 如果神给我们一个名片 一个business card 上面有神的名字 前面写着 God 神 这是他的名字 可是背后的时候 他翻过来 亲自写上去 写一个名字 留个电话号码 我的名字叫 耶和华 然后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你可以随时 任何时候 都可以 联系我的 都可以跟我联络的 任何时候 早上晚上 一个礼拜七天 你都可以跟我联系的 然后把这个名片 交给我们 那这个是 耶和华的意思 里面 是神乐意与人来往 寻找人 的一个 原理约 的一个的性情 你当然很深深地了解 对这个名字 非常的尊敬 是神给以色列人 的名字 他们读到耶和华都不敢 直接念的 把这个名 高举的 高得不得了 就是神给我们 他的名字 要跟我们来往的 一个主 这个名字 何党 美 在全地 是何党 我们的主 这个字 讲到 我们的一个回应 称神 称耶和华 为主 这个主的意思 主人的意思 是管理者的意思 是掌管我生命 的一个神的 这个意思 承认 神任我身上的主权 神 我是属于神的 接受神管理的 所以我们的主 在两个名字 在这里提到 在全地 何其美 全这个字 在这个诗篇里头 是个关键字 重复了诗诗 讲的 神的 这个美丽 神的 这个威严 是 盖过一切的 在全地 在天 在地 在Heavens and Earth 在天 跟地 在外物当中 他是至高无上 他是主动 跟来往的神 他是何等美的 一个神 这个美这个字 英文翻译 Majestic 发现的 应该翻译 威严 雄伟 大能 用来形容了 王子 用来形容领袖 是 伟大 威严的神 那这个字呢 没信任跟大家解释 很有意思的 就约出现 二十七字 讲到神的威严 这个字 也用来形容人了 这部诗篇 第八篇 就告诉我们了 神的威严 现在也给了人了 讲到神的 这个无限的能力 可是神也被 这个尊荣 跟威严 也给人了 人也是 Majestic 人也是 可以用这个字 来形容的 那再没有时间 跟你讲的 是圣经里面 美女 是什么意思 那个美 是什么意思 这个美 跟神有关的 从神来的 神掌管一切 现在我赞美她 称颂她 表扬她 把她放大 承认她 高举她的名 把神的属性 高举出来 这个呢 这是一篇 第一篇 是一篇 第一首的 在美诗 第八篇的主题 这个主题 第九节 重复 所以第一节 跟第九节 一模一样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主 你的名在 全力和其美 第九节 结束的时候 也重复的说 优化我们的主 你的名 在全力 和其美 中间 这八节的经文 中间 这七八节的经文 分了四段 每一段呢 四行 就把赞美的内容 唱出来了 这四段的经文 就把 耶华家的名在全力和其美 这个赞美 把它充实 把内容加上去 今天我们来 来看的 就是 神的名在全力和其美 的内容 含乱义是什么 整种 是非没有吩咐 我们赞美神 可直接的把 赞美神的 内涵 告诉我们 让你去认同 让你去明白 让你也同样的 做出同样的动作 来宣告 来赞美 你的名在全力 和其美 我们来看看 这里的 赞美的内容 是什么 第一 神的创造的威严 这种诗里头 说神啊 你的名在全力和其美 多么的威严 第一个 他讲到 他创造的威严 他说 你知道你的荣耀 彰显于天 你因敌的缘故 从阴寒 和赤乃的口中 见面能力 是仇敌 和报仇的 闭口无言 讲的是 第二段讲到 他手指头 所造的天 他手所做的地 神所创造的万物 你把这个荣耀 彰显了 在这个宇宙的 万物的当中 这一切 都是神用指头 所造成的 是神所造的 天跟地 包含了一切 整个宇宙万物 这里也讲到 包括了 敌对神的势力 包括那些 婴孩 没能力 的一个人 他们一口同声的 一同来表扬 看到神的荣耀 骗满了 这个天地的 这个的 威严 我不要 你有没有 举目观天过 看看 手指头 手做的 天跟地 诗人 在节里 讲到 创造的万物 不是要证明 神的存在 不是你看到 宇宙的 伟大 你就知道 有神 这个不是 只有四个的意思 它是 你看到 宇宙万物的时候 你观看 手指头 所做的 天的时候 你从心里面 发出一个 回应 神爱 你真伟大 神爱 你真的是 我一人也 讲到 这个赞美的 一个的宣告 晚上 举目看天 看看 浩瀚的宇宙 那这是我们 地球所熟的 银河系 这是个 Galaxy 一个星系 里面呢 包含了 大概 我都不知道 这个数字 应该怎么念 四千亿 颗星在里头 这个星 都是恒星 不动的 然后绕着一个 黑洞 绕着一个 一个中心 这个银河系 在转 在 在转 地球的太阳系 是这个银河系 里面的一个 其中一个 一个而已 然后 这个 应该性 大得不得了 要十万 到十八万 光年 才能从一边 走到另外一边 光是 人类知道 最快的速度 没有东西 比这个光更快 可是 光的速度 从这边 走到另外一边 要十八万年 这个大小 真的没有办法 可以想象 我用一个比例 如果我们的 银河系 是一个quarter 那么大小 两分五千 的硬币 这个银河系 有多大 这个银河系 是整个美国 那么大 换句话说 地球 在这银河系里头 只是小小的 微不足道的 一个系统而已 然后 这个太阳系里头 中间的地球 更小 然后地球里面 住的那个人 你 在这个银河系里面 真的是 微沉得不到的 一个点 一点都没有的 1920年 之后 我们才发现 宇宙不止一个 好像银河系的 这个星系 这是galaxy 不止银河系 是过去 在一百年前 我们才发现的 看看 现在人可以 车量的 这个宇宙的当中 这些星系 有多少 你猜一猜 好像银河系 正比银河系 更大的 这些的 信息 现在人可以 看得到的 可以observable的 有多少信息 不止我们一个 宇宙不单 只是我们的信息 还有两万亿个以上 十个 有十二 有十二个零在后面的 我不知道怎么算呢 两万亿个这样的信息 每个 都可能比我们的 影响系更大 这是2016年的一个数字 因为我们再过几年 可能发现更多 可能发现更多 发现这个宇宙是 那么浩大的一个宇宙 在这个宇宙当中 在这个宇宙当中 真的一把手的话 就多了不知多少了 可是 全世界少的杀 比起天上性 还少 我小的时候 我的志愿是 做太空人 不是你想象太空人 从住在美国 又飞去中国 那些太空人 是真的在宇宙里面 做了太空船的 那些的太空人 这是我的小时候的一个 一个梦想 我喜欢看星 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十几岁 听音乐的时候 跟两个好朋友 去露营 那每次露营 我们晚上都是不睡觉的 看星 那天晚上 看星看到半夜 那个月亮 沉下去了 突然间整个天 黑的 天上一朵云都没有 就所有的星星突然出现 那些亮的大的星 好像水月下来 就你身边 你可以摸得到 所有都黑的 可是这些星就你身边 你会在星的背后 是数不清的天空的星 我们三个人 梦住 三个跪下来 不敢讲话 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 我们突然发现 我们的渺小 那个印象非常的深刻 跪下来 哑口无言 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 彰显了神的威严 你的名在权利 何等的威严 我们的赞美 我们赞美神 你们有这样的经验 可是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 不是这四个最重要的一点 这里讲到 他立刻就问一个问题了 人算什么 第二个赞美的内容 想到人 在神面前 这个恩情 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 发现 人的描写 人算什么 你仅仅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仅然眷顾他 世人大卫 在这里 在观看浩大的宇宙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时候 他发现 我的微小 我的渺小 就发出一个惊叹 神啊 我真赞美你 在浩瀚宇宙 人算什么 跑得不快 走得不远 眼睛看不清 耳朵听不见 比起万物来说 人是非常微小的 无能的 一些的创造 我们 连一个微臣 都不止 为什么那么 威严的 耶和华 我们的主 去供念我们 这个是 从世人 从心底里面 发出的赞美 与感恩的 一个重点 供念这个字 有正反 两面的用法 反面 在基督里面 是讲到 因为你做得不好 然后 神造访你 带来的是 赏判 消极的结果 责备 那这里用的是 个正面的用法 是 来到 神 顾念你 来visit你 来与你同行 是带来恩情来的 带来祝福来的 带来神的 神的同在 来到 你的当中 神是这样的来 顾念我们 我们这样描写的人 神 竟然 关心我 指派我 做万物 至上的 万物之灵 给我们 荣耀 与尊贵 为冠冕 下面一节说 就原文那个字 冠冕 是个动词 指的意思说 神把荣耀 与尊贵 把我们 让我们 高利我们 让我们成为 有尊荣 有荣耀的 神的创造 不能想象的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神怎么样的看过 人算什么 上主 靠为尊为荣 怎么要顾念 你觉得 惊奇吗 有那么微小 那么误会 那么样的 短暂的人生 可是神 居然 与你同行 居然 住在你的当中 把荣耀 与冠冕 高利你 让你成为 比神 小一点 低等的 差一点的 这个就存在 神 顾念 人与 俊 顾人 这两个动词 都是未完成的 一个时代 神按照自己的形象 照我们的时候 把荣耀 与尊 尊荣 威延 自由一致 对永恒的 这种的 归属感 有圣洁的标准 有创造能力 有思考的能力 有感情 有高度能力 把这些都给我们 可是不止这些 这两个动作 还是未完成的 一个的时代 来表达 神继续的 顾念我们 信任里头 他把他的爱子 赐给我们 让我们从罪里面 被救赎出来 可以与神和好 成为神的儿子 收满足 为女子所生 生在律法之下 要救律法以下的人 使我们得着 儿子的名分 能够领受圣灵 可以与神 护照阿爸夫 这种的捐雇 不止在创造的当中 还在救赎的里头 彰显出来 然后 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可能有 悲伤的日子 哀歌 有伤痛 有疾病 有各种的痛苦 可是神顾念你 神眷顾你 这两个动词 仍然是发生的 最近 最近我们教会来读 每日读经 读什么 就约伯经 约伯同样问同一个问题 他受苦 夜之间什么都没有 食恶你都死轻 太太说 你去死吧 从头到尾 都生病 长了窗 然后 在这身面前 他说 人算什么 第七章 十七节 人算什么 你竟然看他为大 你竟然将 你的思念 心思一念 置中在他的身上 约伯经历人生的苦难 他从人生的苦难当中 发出大卫 观看宇宙万物 同一个的结论 同一个的问题 人算什么 你竟然 看他为大 我只是从 可是每一早晨 约伯基础说 你都 你都来看我 你都审视我 每个时刻你试验我 然后他祷告说 神啊你什么时候 你才转眼不看我 什么时候让 才有我 人咽上一颗 唾沫 让我一死了之 他在唾沫当中 神求 第一种 这个约伯基 不是问 为什么一人受苦 约伯已经接受 人生的痛苦 他没有怀疑过 他在那里 他说 赏赏是耶和华 收取耶和华 耶和华是值得称重的 他接受 人生的苦难 在苦难当中 他要求神 他求神 回答他 回答他什么一个问题 我那么卑微 我那么小 虫都 只剩下头虫 可是神了 你为什么看我 看得那么紧啊 为什么 顾念我 为什么把思想 思念 执着我的身上 为什么在 每天早上 你都 眼睛不看的 盯着我 求你把眼睛 转一转 让我 吞一口口水 死掉就算了 在悲哀的当中 他把这个情绪 用诗歌 用爱歌唱神 言明啊 这是约伯记的 的 的讲法 他好像一个人 今天 个考高考的孩子 读书说很辛苦 然后生病了 脚板还长了一个疮 很痛苦的时候 他跟父亲说 我算什么 你竟然看我为尊 你在我的心思意念 你执终在我的身上 每早上都叫我起来 眼睛 一直盯着我 看我读书读得好不好 算了吧 现在我能够痛苦 你就转眼不看我 让我 这样的就 跑掉就好了 让我考不上就好了 你不要那么样的 放信息在我的身上 这是约伯记的 的爱歌 可是神最后回应他了 约伯记说 神来你回答我 神的真的就是 回答他 在第38章 亲自回答他 卑微的人生 可是却蒙神 宇宙的创造者 亲自的出现 跟他对话 这个就是 诗篇第八篇讲的 这种吊诡性的 这个的对比 人那么微小 约伯说 你不要再看我 我是有虫一样 我不值得的 就让我死掉吧 可是神最后出现 在他 旋风当中向他显现 静止回答 这条虫 所问的问题 可是神怎么样 回答他 他问了他 77个问题 带他出去 观看宇宙的这个伟大 诗篇第八篇一样 大家看到宇宙的 神的这个慰言 创造的能力 问了他 77个问题 包括什么问题 海洋有多深 地球怎么测量 光的来源从哪里来 怎么分的光 把水的循环 那个时候 是四千年前的事情 水循环 从水变成空气 空气变成雨 这个循环 神问他 你知道吗 把这个宇宙的伟大 神的威严 跟他讲 包括 各种的天象 然后 带他出去看天上的心 这个心 每一个都有名字 我换他们 他们就出来 神的种植 用这个来形容 你们特别提到 这两个星座 提到 另一户星座 提到 你今天出去看的话 也会看得见的 三四千年前 岳伯去天上看的时候 他看到这些星星 神指给他看 今天 我们同样 你可以看到这些星 仍然在那边 屹立不倒 说明神的 这个的威严 岳伯座 众文称在 三星 众文呢 中间那三个 腰带的那三个星 众文称为 三星 代表什么 代表 和祥 代表祝福 所以晚上看到 最明显的星 这三个星 众文给他有名字 然后 在这边的 这个 星座 这个星群呢 一个星群 肉眼看有七米 可以看那只星 所以也称为七姐妹 英文是 科学家给他一个名字 叫M45 不是M68 天上有个M45 里面有一千颗星在里头 然后是星团 我小时候就是看这些星 每个晚上 举目 看下来就找 这些星出来 看到的时候 看到老朋友一样 抱着他们 觉得这个星 长出神的这个威严 约伯基里头 提到这些 神就描写的 这些巨兽 有简经教授 就是恐龙 如果询问这个约伯 你是否知道 怎么去控制他们 问了个题 包括宇宙学 海洋学 气象学 天文学 动物学 各种的问题 问了77个问题 神并不是要约伯 觉得自行惭愧 觉得要他 他哑口无恙 不敢再问下去 他要做什么 他不是要回答 一人怎么受苦 他要回答说 你要看看我的威严 把他带出来 看天上的心 地上的走兽 神所创与万物 然后把神的威严 告诉他 人算什么 神居然 孤怜 看过他们 神的心思在人的身上 把荣耀尊贵为他的冠冕 使万物在他的脚下 约伯 看到这些 他的反应怎么样 在这些面前 敬拜 赞美 他说万事 你万事都能 赞美神 你的旨意不能难阻 赞美神的旨意 赤高无上 然后他说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我亲眼看到你 承认自己的卑微 然后 能够与这个神来往 是我们赞美的 最主要的因素 师父 第一篇告诉我们 赞美的内容 是我们与神的 这个关系 我们这个伟大的神 穿到语用 居然跟我一条虫 做朋友 来跟我对话 我以前是封闻有你 现在我亲眼看你 这是何等大的福分 能够亲眼看到神 我真的希望 岳伯跟神交通的时候 我在 看看 神显示他的威严 带他去看心 我跟着后面 跟着他去 看看这个心 听神怎么样的 解释这些东西 然后看看 岳伯的一个反应 今天人 不认为人算什么 觉得人力胜天 跟天斗 跟地斗 人类登陆月球 很了不起 真的跑到月球的后面 中了一个东西在哪里 觉得 人真伟大 讲到人 人 不觉得人算什么 今天我们 说的是 神算什么 神你是老几 我最重要 我最重要 在浩岸的宇宙当中 认为这个浩岸宇宙 是自有永有的 自己产生的 神你算什么 今天我们不懂得赞美神 赞美很贫乏的一个原因 是我们认识神太少了 今天我们关心就是 家里面来挤字羊 没有走过出去 生活在人造的 这个世界的环境当中 人造的财富 我们着迷了 人所造的这种科技 每天拿着这个手机 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 人造的这种物质 在这种 的生活当中 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自己 什么时候 我们走出这个自我的 环境当中 举目看一下 这个浩岸的宇宙当中 你算什么 人算什么 人的尊贵 神的荣耀 是从神来的 我们造的神的形象 造的 是神 神从万物当中提升我们 让我们成为万物之灵 这是神对我们的恩情 值得赞美 值得感谢 今天我们当中 聪明的人很多 我每天都发现 你们真聪明 可以把整卷书背下来的 思想都要敏捷 举意反三 观察入微 学问很渊博 有时候我都很惊奇 你们所问的问题 其实智慧 是神给的 他的眼眸 我没有离开过你 他的思念 直中在你的身上 你早上起来 他眼睛看着你 你晚上睡觉 他眼睛看着你 不是要找你 他与你同在 他把他的智慧给你 今天我们能够懂得思想 懂得创造 懂得怎么去思维 怎么有感觉 这是神给的 我们算什么 神的命居然顾念我 看顾我 你是值得赞美的神 你的命在全地何其美 诗篇第一篇的赞美诗 没有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神 要没有呼吁我们赞美神 他直接了当 把赞美 是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表现出来 你明白神 你看到阿汉的宇宙 你明白神 跟你的这种恩情 这么爱你的时候 你禁不住 从心底里面 发出赞美 一天的诗歌 是赞美的诗歌 是从思想入手 带动感情 去敬拜与赞美 非常相信 敬心 你的心 是指导你的思想 明白真理 明白 神是个怎么样的神 然后才敬 信 你的感觉 敬心 然后才敬心的 去爱主 你的神 这是犹太人的 御法的 核心 我们是感性的动物 他们有感情 现在的境外赞美呢 非常注重 这些感受 注重气氛 灯光啊 音响啊 差一点都不行 因为这个 可以带动你的感情 这个没有什么错 让我们的感情 可以释放出来 很好 可是圣经里头 这个赞美 就是情理兼备 从明白 神是个怎么样的神 明白神的作为 明白神对我们的恩情 然后从认知里头 从认识神的里头 发出这种的赞美 那你有没有这些经验 当我读圣经的时候 思考神 明白圣经里面的 这些的启示 什么意思 当我越发了解的时候 我里面越有冲动 要跪下来 来赞美神 当我明白圣经里面 神所启示的 关于他是个怎么样的神 他怎么对待我的时候 明白他的启示的时候 我有一个冲动 常常有这个冲动 跪下来 赞美神 冷静带着眼泪 神啊 你真伟大 你的属性 你的作为 超过我能够明白的 当我明白的一点点的时候 我唯一的回应 就是赞美神 赞美不是 跟生活经历脱节的赞美 只是唸一些 重重复复些句子 就好像认咒语一样 今天很多东方的宗教 你都知道 他们的赞美是 就是一句话两句话 重复复复复讲 重复哪几句 这样的重复 这个就是赞美 我们的敬拜 是抑一身的 从我们认识神的这个深度 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的表现 从真理入手 对神认识清楚 每天都有新的认识 你每天都有新的赞美 在每天经历苦的生活当中 每天体会神 早晨给我们新的慈爱 当你经历到神 当你体会到每一天都有新的体会 那每一天你都不断地扩充 你赞美的延迟 诗篇二章二篇 在哀歌的当中 讲到神是以祂的子民的赞美为宝座 意思是什么 当我们赞美神 一个群体赞美神 神的宝座就在我们当中 神与人同在 是在赞美的当中 所以不要看清你赞美的这个能力 当我们回应神的这个奇妙的 启示 明白神是怎么神的时候 当我们发起心底的这个赞美 有感情的去赞美神的时候 神的宝座就在我们当中 所以今天就赞美诗歌 我建议你做两件事情 待会有小组讨论 第一 你要明白经文里面的意思 诗篇充满了感情 可是第一步你要明白 你们的真理 神学观 你们所讲的 神的性情 神的作用 是人家讲什么 你要明白 然后再把这些经文 第二 要把它变成你的祷告 要挖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力和其美 何等的威严 要把这句话 变成你的祷告 对你祷告 最后第九节 重复这句话 要挖我们的主啊 你在全力和其美 重复不是为了重复 而是在第一节 在九节当中 中间有七节的经文 这七节经文 充实了 这句的意思 加天的这个字的 这句话的意思 使赞美更宽阔 使赞美更充实 这是我们要学的 除读经的生活当中 除与神来往的生活当中 透过明白 认识神更多 我们的赞美 在发的心底 我们为以后的几个礼拜 特别祷告 还有五篇的赞美诗要读 我带了期望 期盼 来读这些的经文 我们请你 我们唱这首回音诗 谢谢你 我们微小的人 你居然眷顾我们 我们为到 你是何等奇妙的神 你的威严 你的大名 我们来赞美你 求你教导我们 能够明白真理 认知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让我们可以 举目观看的时候 看到你的荣耀 我们贵荣耀给你 教导我们 充实我们赞美的内涵 让我们的生命 真的让你在我们当中 成为你的宝座 奉耶稣就名求 阿们 我们可以三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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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